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馬上來歡迎一下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立委 費鴻泰 大家好 前大使接文集 翟軒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張千健 艦長黃真輝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來看看現在 兩岸的這種目前的狀況 當然要來關注一下 三位的參選人 他們現在目前喊出來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論述 首先賴清德他講說 他參選是希望扛起台灣 下一階段的進步使命 他說主要就是因為 看到1996年 台灣第一次總統大選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飛彈 飛越了台灣上空 於是跟一群年輕人 離開原來的工作 來投入政治 也就是說96年的飛彈危機 讓他就是決定要從政 可是人家覺得很奇怪 現在不是在去年的時候 東方飛彈也飛過了 我們台北上空嗎 當時怎麼也沒吭聲 也沒聽到你說啥 再來我們看一下 侯友宜也講說兩岸的對話 應該要取代對抗 交流不要交惡 他說民進黨執政七年多來 國際媒體都說 台灣是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哪天不小心擦槍走火產生危機 台灣其實是沒辦法承擔的 他柯P是怎麼來論述呢 他是以糖尿病來批育兩岸關係 這個批育也滿新潮的 他怎麼講呢 他說共存才能夠活更久 好 我們來看看他怎麼說 他說糖尿病只能care 就是照顧 不能cure 不能治癒 有些癌症也不一定要切除 反而與其共存能夠活得比較久一點 因此來看統獨議題 沒有必要堅持在30年內解決 這可能醫生的觀點 會從這樣子來看待 所以總之就是柯侯都是主張 兩岸應該和緩 對比賴清德講說 不能為了和平而放棄什麼 什麼什麼讓步 主權 這樣子的一些話語 我們來看一下民調 有65%的民眾期盼政黨輪替 然後也是現在變成 菲律整合的一個關鍵 就是爭取郭台銘 變成這樣的一個關鍵 換句話說 民進黨的基本盤以外的人 感覺上好像都希望政黨輪替 因為有65%的人 是希望能夠政黨輪替 也就是說大多數人是希望下降民進黨的 但問題就是現在目前在也是分裂的狀況 所以這樣子65%的人 好像現在還目前沒有辦法聚集在一起 因此賴清德是不是最近又回歸他的基本盤 就是鐵票區 就是講話要更加的激進跟抗中保台一點 那我們也看這個國防部發布了新版的國防報告書 他有講到說解放軍未來打擊的目標守重台北市 這算是第一次這樣子國防報告書告訴我們 就是我們的台北市會是第一目標 他還提到說就裡面有圖文 講到中國大陸現在沿海的一些機場擴建的示意圖 包含了這個惠安機場 龍田機場還有漳州機場 都在擴建 是針對台灣防務的機場 所以他現在威脅的假想目標 都是直指台北市 另外我們的這個裡面還有一些圖解 特別提到了這個福建號 或是有人講說是福建艦 看起來他說解放軍的這個海軍 已經走向了遠洋海軍了 他說福建艦是為中國第一艘平板式的航艦 為走向遠洋海軍的規劃 現在目前解放軍除了有遼寧號 山東號的航母之外 預料福建號下水或者是成軍之後 也將會成為台灣主要的一個威脅 我看這一份這一個國防報告說 188也非常非常的厚 特別是講到關於解放軍的內容 是比起原本還多出了一倍 也就是說現在開始我們更要警覺到說 戰爭可能離我們很近 現在真的是更加的兵兇戰危 那076型無人機的航母 現在也要來了 現在網路上面大家在討論 滬東中華造船廠的工作人員 在10號他在微博上貼了一些照片 相關人員正在慶祝 這個中船長 中船長新造船基地 以及二騎工程二號船屋的這個 屋式底板 這好難念 這大概就是這樣子一個 新造的一個狀況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照片曝光 分析家講說可能中方正在打造 配備先進的電磁彈射系統 還有下一代的兩棲攻擊艦 等一下我們來請這個艦長 也幫我們分析一下 那目前看起來這個大陸的海警船 也在擴大他的巡航的範圍 跨越了換日線 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近日完成了巡航任務 官方首度證實說 海警船的巡航 會達到這個國際換日線 也就是說在第二島鏈 跟第三島鏈之間 那這樣子 美國的印太司令部的 轄區的中心地帶位置 同時它的位置 已經突破了一二島鏈 也就是貼近第三島鏈 那這樣的凸顯出來 這個巡航的範圍擴大 也被人家解讀說 感覺像是要向美方 來展現強硬的態度 那拜登前幾天不是在講說 現在大陸的經濟動盪不會侵台嗎 國防部也對此回應了 他說不能因為外國的政要發言 就放鬆戒備 現在還是會做好最完善的準備 所以我們看起來 現在整體來說 國防部已經用透過國防報告書 來告訴大家 現在解放軍設台的一些篇幅 增加了從原本的10頁增加到19頁之多 以及他講說現在對美國要採購 攻擊型的無人機 已經編列了機密的預算了 我們來看一下 國防部的戰略規劃司的處長提到了 他說國內採購項目 已經列在公開的預算書當中 這當中也包含了這個攻擊型無人載具 也就是說從惡烏來的一個經驗 我們現在要擴大這樣的一個機密預算 來採購各類的無人機 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委員 我想這個兩岸的軍事對峙的現在 跟1996年我想待會兩位大哥會提到 96年的時候台海兩岸 我們的空軍的實力 其實戰鬥力是比老共要強的 然後當時叫2000年左右 台灣海這個陸海空軍的預算 跟大陸比也沒有差到那麼多 大概是他們差是我們的兩倍三倍吧 到我們看去年的預算 去年的預算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老共的預算 這個軍事預算是我們17倍 而且已經很多年了 兩岸現在的局勢已經差別太大了 我們不是怕老共 而是說這個賴清德 比到這三個總統候選人 賴清德皇一副為了為了要求戰 他求戰的原因可能有兩個 一個是台灣要獨立 第二個是甘月做美國的棋子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看看去年8月4號到8月7號 中共的圍台 那這個時候的軍力 平常講台灣的海空軍 跟大陸差的太多太多了 尤其是他的飛彈部隊 這個大概我們很難去擋 然而常常就開玩笑 我們跟老共如果打幾仗 真的打幾仗來 他光用飛機 從這個浙江方面往南飛 飛50架 從廣東方面飛個50架 我們的飛機 有全軍方的飛機有10個機場 請問要不要起飛 如果起飛的話 他們就拿飛彈 每一個機場 我們算你兩個跑道好的 各打你五個洞 一個機場10個飛彈 10個飛彈100個飛彈 請問你飛機還怎麼下降 所以這個已經各種的狀況 你看去年圍島 台灣毫無能力說 我要去跟你去對抗 美國的兩艘航空母艦 是往東跑 還不是 不是往台灣這個方向死來 我是覺得我們不是怕他們 而是說台灣要不要 有這樣子的戰爭 最近選舉到了 有一個 不知道哪一個縣市的里長 他掛了一個招牌 他說誰當總統他都沒意見 但是我的孫子只有兩歲 我不希望我的孫子上戰場 這就是台灣人的心境 我想老共他也 我相信他跟台灣要不要打仗 他的底線就是你台灣要不要搞 搞台灣獨立 我想這個台灣現在跟大陸 就算軍事實力沒有差別那麼大 也是要和平 因為他離台灣太近 台灣不是航空母艦 我沒有辦法往東 開個一圈海裡出去 剩下的就是我們台灣 如何要去避戰 這個大家要就思考一下問題 台灣的密集那麼小 我們東西的這個長度太窄了 我們沒有地方像烏克蘭一樣 還有地方可以去跑 第二個台灣去年賺了大陸 賺了香港跟大陸1500億 全年1700億 當沒有這些訂單以後 台灣的產業就做人員的就業怎麼辦 我想這些所有的問題想想想想起來 如果搞台獨我們都會發毛 好 來 請教杰老師 我想現在台灣三個候選人 將來不曉得是幾個 先三個 我們講 那麼賴清德身上 落下的台獨印記 是會為台灣將來亂移他 如果不幸當選 會為台灣帶來利極 而且毀滅系的危險 因為他即使在洗白 可是他一看情勢不對 又開始恢復獨派路線 前一陣子洗得太白了 再加上他有一些豬隊友 老師扯他的後腿 最近民調往下掉 他馬上改口 他說我們不能為了和平 短暫的和平 犧牲台灣的主權 又來這一套了 你到底主權是什麼主權 是中華民國主權 還台灣主權都搞不清楚 我們台灣很多人 只為中華民國主權而戰 你這個台灣主權 你不講清楚的話 到時候打起來的時候 你台灣主張台灣主權的 你自己上吧 對不對 這個不講清楚是不行的 這是大家要拋頭爐灑熱血的 你這個就是一個台獨的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我們現在看到你當時 在立法院舉取那個 台灣獨立萬歲那個牌子 你都沒有交代一下 你有正當 因為脫離你的那種政治主張 你要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對不對 你台灣會因為你這一個人 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因為大陸曾經講過一句話 王毅講的 他說台獨跟和平 是四不兩立的 四不兩立 台獨就沒有和平 有台獨就沒有和平 對 你現在非要搞一個 主張台獨的出來總統 他硬要出來 還有人支持他 你是真的以為兩岸都這麼 永遠都這樣和平下去嗎 對不對 什麼叫和平 不能為了和平犧牲台灣主權 那你又是要搞台獨 又搞起台獨了 對不對 所以他是1996年 第一次台灣選舉 總統大選 飛彈飛越台灣上宮 就是說跟一群年輕人 離開了原來的工作投入政治 你以為你多偉大 小弟我 當兵完了就投入政治 我加入中華民國的政府 在座的 我們黃建長 我16歲 16歲就已經加入了 保衛台灣的工作 你在那邊1995年講什麼 1996年你講什麼 你騙誰你 對不對 我覺得這些人 真的就是騙年輕人 騙一些不懂的 現在我在走在路上 有些時候真的有一些朋友 很熱情 說你介大使 把我攔下來跟我談了很多 只有一個結論 就是說一定要下架民進黨 就是說台灣再不政黨輪替 如果再向賴清德 尤其現在最嚴重 阿扁的時候選的時候 還沒有說他是台獨 蔡英文也不敢說他是台獨 現在這個直接主張台獨的 上來台灣還有好日子過 大家非常的緊張 不是小事 第一個他沒有辦法 團結我們台灣內部 我們對台獨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很多我們的朋友都不能接受 你出來你沒有號召力了 我說穿了 你要冒這個險的話 到時候我們就走著試試看 沒有這樣子 你主張台獨 現在你又愛起中華民國來了 你不要玩這一套 騙不了 你騙不了我們 而且時時你就穿幫 你又搞什麼和平 什麼又主權 這個中華民國事實上 我是我們捍衛的核心思想 你不講清楚 你沒有明確放棄台獨思想 非常危險 其實我剛剛聽大使這樣講的時候 我在想說他如果三成多的支持度 當選總統的話 我相信在1月13號那一天 應該很多人會上街頭 就是因為大多數的人 是不服氣這件事情的 但是如果真的發生賴清德 當選總統的話 這恐怕台灣有一陣子要亂了 我們來問一下建長 其實兩岸的關係 是有很多種變化的 但是在台灣 被民進黨操縱到非常的僵化 在我們現在台灣人的眼裡 就是兩岸關係只有兩種 一 北京所說的一國兩制 而且那個一國兩制已經被說成 就是香港的一國兩制 二 民進黨所說的台獨 就這兩個 中間沒有選擇 其實除了這兩個之外 你之外有多少不一樣的選擇 我舉個例子 最近王滬寧有講 他在負責對台關係 我最近看他講 這就是一個聰明人說出來的話 而且北京有很大的彈性 他意思就是說 我們先不要講 兩邊要怎麼樣好不好 我們來找一些示範區 試試看 我們坐一下看看 我舉一個簡單例子 好比說我們今天 我們不要吵信什麼叫什麼 我們能不能夠先住 在一個屋簷底下 然後我們來住一段時間看看 是不是我們能夠共用一個廚房 是不是我們能夠共用一個浴室 這個示範區 最簡單就是到金馬去坐 我們就拿金馬來坐 兩邊都覺得我們應該這樣 他應該這樣 那我們來做個示範區 然後做久了之後 一年之後我們可能覺得 台灣覺得這不好 這樣子將來下去不行 可能北京也覺得 那樣子可能不好 大家再開始討論協調 一直在那裡做一個示範 改進改進 最後得到一個 雙方都認為還不錯的 我們也沒有這麼的 失去我們的面子 那我們就一起採納這個方法 擴大 可能再到澎湖 再到所有外島 最後可能是再到台灣來 就是他不是一個不是打 就是核的那種所謂的零與一 還有很多種 這是一個複雜的一個形式 第二個 最近太多這些軍事 你看像這些山東間 又跑到那裡去了 那我看綠媒就是 有時候要來威脅我們了 我們這個 芒果乾的為了干涉選舉 其實我在很多不同場合說過很多次 航母跟武統台灣 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你要記住做任何一件事 不管做什麼事 任何一件事情 他都有他的目的 這個目的我再說穿了就是利益 我這樣子做 我能得到什麼利益 尤其對一個政府而言 是這個樣子的 大家看一下這張圖 拉近一點就會知道 這裡是中國大陸 台灣就在這裡的這一個點 這是台灣 你要知道 一走出這裡 叫做出了第一島鏈 你看美國在哪 在這裡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裡 整個是一片汪洋大海 我請問你 中國海軍變成叫做南水海軍 這樣走出來 過第一島鏈 過第二島鏈 過第三島鏈 他到這裡要做什麼 利益是什麼 要攻佔夏威夷嗎 不可能的事情 他把這裡控制住 也沒有一點利益 這裡的穿行 也不可能有人到這裡來去 叫做封鎖 因為為什麼 在中間這麼荒洋大海 不可能的 所以這裡 任何一個海軍 站在這裡說 這是我的海 毫無意義 所以不會有 我們那個 中國大陸航母到這裡 那所有的航母的建立 他是為了做什麼 你知道 航母第一個是為了往下走 維護海上思路 第二個是為了往北走 如果有可能 北極的那個航道 將來通的話 因為現在地球暖化 所以北極航道 有天可能會通 一個往上 一個往下 他不會往這 航母的艦載機 起飛 如果到我們的台灣東邊 那是非常昂貴的 而且風險非常的大 最簡單就是 剛剛主持人又講 他們是不是沿著這裡 建了三個機場 從那三個機場起飛的飛機 因為他沒有跑到限制 油多 彈多 而且他們現在的航程 全部可以繞台灣一圈 打完了再回去 都還創作有餘 問你他怎麼會用航母呢 所以中共 對如果有人來援助的 他的方法就是一個叫做巨子 A2AD 就是巨子 如果他航母到這來 就變成傳統戰力了 航母 我再說一次 那是一個結論 航母跟武統沒有關係 他是為了維護他的利益 因為把航母拉到這 毫無利益可言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忙回來